空面的暖涼 搶貨車鳳梨剛採收下來 顆顆結實飽滿 公眾按尺寸挑選分級 原本小顆的可以裝箱 上貨櫃外銷大陸 但現在訂單全泡湯 全部留在台灣吃 仓庫堆放各式各樣精美 外銷用的紙箱 上頭還打印菠蘿 剪體字 一看就知道是外銷大陸專用 如今陸進鳳梨 紙箱沒露用 難道要回收果農願探 沒來啦 沒辦法啦 差不多一禮拜 都差不多在那五咖 四咖 至五咖 現在都沒有 現在都沒有 政治因素 用一些形態在地國 會慘啦 沒有 還很可憐 三月一日起 台灣鳳梨停銷大陸 現階段盡量採收 供內需 貨卡外縣市民眾 到集貨廠搶便宜 零售加減賺 後面利用很多 沒有國家比較熟的 是後面我們出來 要用紅蟲來刮 也是要吃紅蟲來刮 是不是 吃不吃了 不知道要用紅蟲來刮 不需要 預期三月中 鳳梨產量爆發 果農準備加工紅鳳梨桿 但就怕到時價格崩盤 採收不敷成本 整片鳳梨田還不是放著等爛 記者賴慣張台南報導